为了降低开枪的噪音 我们发明了消音器 为了降低开炮的噪音 我们升级了消音器 好 那么其实飞机机配时 喷气发动机的噪音 它也不小 能不能也给它套个消音器呢 实际上有的 只不过呢 这已经是一项过时的技术了 它只针对从前那些 噪音大的惊人的低含道笔 握上发动机 通常会将这个消音器 正确的名字叫做静音套件 挂在发动机圆巨滑的后面 成为这些样子 好 那么它是怎么降噪的 为什么低含道笔 涡散发动机需要它 而现代的高含道笔 涡散发动机就不需要它了呢 咱们今天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想要搞清楚这一点 咱们还得首先知道 这些抨气发动机的噪音 究竟是怎么来的 简化之后 它有两个主要的来源 一个来自于外部 一个来自于内部 咱们先说外部的 就是它的排气了 因为这些通过了压气机 燃烧式和涡轮机组成的 发动机核心的空气 在最终来到排气口时 仍然是非常的炙热的 尽管我们的目的毫无疑问 就是想要把热能和压力 能尽可能的从这些空气当中 提取到涡轮上面 但事实是根本就是办法道的 它们此刻至少 还有400摄氏度的高温 于是当它们以极高的速度 被喷射出去之后 这些废气当中的热空气分子 就会和发动机外面的冷空气分子 发生剧烈的碰撞 这样的碰撞就造成了 对气流的剪切作用 让压力波得以产生 众所周知 声音正是一种压力波了 这就是排气噪音了 那么怎么才能减少排气噪音呢 你要么能够让排出的 废气的温度变低 要么就得要降低排气的速度了 但这两者从喷气式发动机的标准工作原理上看 似乎都是无法实现的 这就是为什么早期要加个外挂了 自己实现不了就请帮手呗 实际上精英套件长成这样 很像是一半一半的花瓣 它起到的是排气混合器的作用了 通过将这个玩意套在发动机的喷口后面 就能够让通过发动机核心的热空气 和周围的冷空气更加均匀的混合 减少减切效应 抑制压力波的产生 从而带来降噪的效果 虽然会让飞机增动不少 但成效还是显著的 你看这架弯流在用精英套件的前后 其制造的噪音还是差别巨大的 好以上是外部的噪音 它可以通过精英套件来缓解 那么下面的内部噪音 就不是一个精英套件能够解决的事了 它产生自压气机及定制叶片和转子叶片 对内部空气流动制造出来的压力波了 为了让空气以正确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到压气机 让转子叶片拥有最佳的公交产生最大的效率 往往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第一级压气机前面 都会安装一些固定的叶片 叫做入口导向叶片 IGV 这个IGV当然也是个双刃件 它一方面为压气机叶片提供了更有效的气流 但另一方面 它也将迎面而来的气流四个吸烂 让它们产生巨大的脉冲波 这又是一个压力波了 所以噪音往往是强度极大的噪音 因为压气机实在是转得太快了 就从这里发了出来 好 那现在怎么办呢 以上两种噪音在现代的高寒道笔涡扇发动机上面 都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因为一方面高寒道笔发动机通过前面的大风扇 让没有经过核心加热的空气 从旁路来到了喷口 实际上就能够很好的帮从核心排出来的热空气加温了 两者混合均匀后再一起喷出 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噪音产生了 甚至有些时候 它们还要再进一步通过使用像这样的锯齿状喷口 进一步的提供降噪的效果 这个东西咱们以前是仔细讲过的 你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而另一方面 虽然对高寒道笔涡扇发动机来说 其压气机的前面还是有IGV的 但由于在IGV前面 有一个巨大的不带IGV的转术 还相对慢很多的大风扇 所以也让脉冲波的产生减弱了一些 整体上面就使得现代科技发动机产生的噪音 比以往小了很多很多了 于是你在看外挂的套件 在哪儿都很难再见到它了